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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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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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东华帝君冷笑一声 你那话术便是佛家常说 本君已经告知你保命的法子 奈何你冥顽不灵 姚佩有些委屈 他心中的帝君不应当这样冷血无情啊 不过 帝君若是总这样冷血无情 他心中倒是好受许多 毕竟那就证明帝君不是因为讨厌自己的缘故 才如此对待他 他不再说话 只是跟着 依照他的想法 帝君虽然此时不救自己 但东华帝君绝不是一个真正见死不救的神仙 如今自己能走能跳自然不会让帝君担忧 若是真的遇到了危险 帝君还是会出手的 他很坚定的相信 或许是因为心中思念小狐狸心切 东华帝君脚下的步伐 不知不觉快乐许多 那姚佩只一路小跑 才勉强能跟上东华帝君那一抹紫色的身影 若不是因为临山上仙座过圣 照着今日这情形 只怕没有仙子能撑到现在 姚佩心中暗暗庆幸自己生在临山的连池之中 陶溪柳墨其花摇草 出了波谷山 便进入了青秋的地界 东华帝君此时更是脚下生风 后面撵着的姚佩 也不知是否因被方才那属失受 吸收了些许惊人 还是实在是跑得有些累 此时脚步倒是慢了下来 眼睛却很忙碌 姚佩一边看着东华帝君那一抹紫色的身影 去往何处 一边又欣赏着青秋的美景 从前他在临山的连池之中 放眼望去一臂万寝 即便是远处有甚好的景致 在他看来也着实有些模糊 而今日他却能够在连池以外的地方 见到如此清新自然的美景 实在是难以令他平静 更可贵的是 他今日还遇见了东华帝君 那一个曾在临山连池瞭望许久的尊神 日透逐渐爬上了东荒的唐庭山 这里算是青秋的圣山 每一个新继位的君主都要在此举行冰藏之礼 凤九继位不长 他跌跌在他继位的第二日便告诉过他这冰藏之礼的重要性 只可惜那时候凤九心心念念着与帝君的情商 打造兵器时总是无法静下心来 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图纸都没画出来 因此此事便拖拖拉拉 直到几十年后心情愈发平静后 凤九才开始又重新画了图纸 扰了材料打磨了一把和须剑 为了能配得上君主之剑的称号 这把和须剑即便是此时 也依旧还在剑炉中锻炼之中 大约还得过个十几二十年才能完成吧 届时凤九再为和须剑量身定做一个剑侠 再补个量成吉时 便要行他的冰藏之礼了 行了冰藏之礼后 凤九方能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女军了 只不过 在还未行冰藏之礼前 凤九也并非就不认真了 就如今日 她觉得身子爽利了些便一早起床 将早饭安排好之后 便独自在湖面练剑 狐狸洞中她小叔和折颜 因为昨日语荣语喝的有些多 虽然也起来了 可依旧有些精神涣散 只等着凤九安排的醒酒汤了 好容易等到凤九炼剑结束 白真又调侃了几句后 米谷才将醒酒汤端上 白真折颜和荣语三人各自喝了一大碗 才勉强吃得下去些早饭 荣语 我说你这酿酒的手法有些狠啊 你瞧瞧把我们喝成什么样了 折颜这话也不知是在夸奖荣语 还是在责怪荣语 凤九白了一眼折颜 道 我说老凤凰 你昨日频频举杯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的 昨日那一美之词我都不相信 是从哲言上神口中说出的 凤九如此调侃 也并非全是信口胡说 哲言因敌敌确确不大忌的昨日的事 便只好含糊道 是吗 嗯 那荣语 你等会同我离道回十里桃林 咱们研究研究 看看能不能酿一些灵烈蟹的桃花酿 荣语一笑 道 灵烈蟹恐怕就不能叫桃花酿了 这名字听起来也过于香甜了些 狐狸洞中几人聊得畅快 又瞥见洞外景色明媚 哲言便起身率先出了狐狸洞 来到草地上深深的呼吸一口气 很是惬意 后面的三人不知何时出来的 只听见荣语道 昨日来是美好好瞧青秋的景致 今日看来 果然是天下奇诀啊 凤九高兴 听见荣语这样称赞青秋身为女君 她自然是高兴的 不远处 一抹紫色的身影越来越近 哲言瞥了一眼白真道 你瞧瞧 都是你惹的好事 白真有些迷惑 正要追问 看向哲言的时候 恰好也看见了越来越近的紫色身影 心中瞬间明白了哲言方才那句话的意思 她白真才不怕 再太成功都敢看戏的她 如今在自己的地盘上 她怕什么 白真顺眼看了一下身旁的荣语 很显然 她也看见了那位尊神 而站在众人身后的凤九回头 不知在看着洞中什么稀罕乌剑儿 没有第一时间看见东华帝君 直到哲言的声音响起 哟 这不是东华帝君吗 这一大早怎么有心智路过青秋 凤九闻声回头 东华帝君已经一脸明媚的站在了众人面前 凤九走上前 道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不大欢迎他来啊 东华帝君心中默默重复了这句话 然后眼神不自觉的瞟了一眼文昌帝君 随后才道 怎么 本君来的不是时候 这语气中有些不悦 哲言听出来了 凤九也不傻 自然也是听出来了 白真听出来是听出来了 可他心里却有些欢快 东华帝君吃醋生气 这样的场景恐怕以后会经常看见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